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郑辉 欢迎收看股市会来学 礼拜一是一个700多亿的量缩上涨 只要是量缩它都是一个整理 只是整理盘当中我谈过结论 整理的时间会比空间要大 就是说那个整理的空间并不大 那时间会比较长 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个股的表现 我等一下都会带大家看 你都会看得到 但是如果是明天的盘的话 你要多注意一下 明天盘中的期货跟现货的关系 它必须要由期货先带动 这个盘才会更强 由期货期指的部分先带动 而不是由现货的加全指数去带动 所以这里面时间比空间更重要 在这个整理时间当中 你的操作习惯常常容易错误 我们用个股来谈 8757不是高点 所以就我个人 如果是我一个私人的立场 我个人的立场 8757不是高点 其实它也不用涨太快 量777亿 其实让它整理 整理过程当中 你反而可以买到更好的位置 或者是更足够的数量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它不一定会按照我个人的想法 它也可以直接再过高 所以这里面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 像这种指标型的个股 大家都没在看的 可是你注意 它这一波短线上 或者是整个波段 其实都比大盘要强 台硕 你就算看这个波段之外 你还要看它的短线 连它盘中的短线 你都可以去注意看 盘中压下来过高 过高 谁带大盘去过高 尾盘谁去过高 所以如果担心大盘 其实以台硕四保的角度来讲 以台硕的角度来讲 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这个是我认为 你目前看盘当中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也是比较容易正确的方式 这是我们上一礼拜谈过的 你如果担心 你可以去看台硕 可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变 你不能跟着说一层不变 你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 比如说我礼拜五谈到的 钱满天飞啊 银弹世界 中国跟美国买了300架波音 又跟德国买了130架的空中巴士 然后这里面今天又来了 礼拜五谈到的这个 钱满天飞的现象 银弹世界 今天最重要的讯息变成是 联发科 其实联发科下午有发表声明 他说他愿意 联发科说他愿意 跟中国合作 那以中国立场的角度 我们看这段文字是很有趣的 来我们把它放大 谢谢 这个是赵伟国先生 就是子光集团的领导 他强调 他强调什么 他说 我不是共产党 子光也不是中国大陆政府投资的公司 整个子光集团 是要以赚钱为主 对于任何产业的投资 是要合作赚钱 不是要竞争赔钱 要多了解 其实我讲这一段的新闻 我要讲的是 未来的市场 你不是只有股票而已 全世界的市场当中 你要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你的对手也好 你的合作伙伴也好 他在想什么 他第一句话就讲 我不是共产党 我只是要赚钱 你讲得很实际啊 所以连共产党都在改变 全世界都在变 然后又来了 一个礼拜前 上个礼拜一我们谈到的 大陆资料中心 子光 他到处用银弹 不是用子弹 他到处用银弹 去跟人家合并 诟病 当时我们谈到6239的历程 我也是这样放图给大家看 一个礼拜前在这个地方 10月26号在这个地方 10月26号 上个礼拜整整长了一个礼拜 到礼拜五 你看节目 我的结论很简单 他这个成交量 告诉我 他要整理 我礼拜五 你如果没听到 没听清楚 礼拜五的节目带 你都可以回到网络去看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要整理 整理说多久 不知道 只是你一个礼拜前能不能看到 不是上个礼拜五 他要整理的时候 你才看到 可是我也说整理多久 以历程来讲 6239来讲 不知道多久 但今天答案清楚 今天答案清楚 因为今天的新闻 写得很清楚了 紫光要用75块 打算要私募的方式 入股 历程 25个percent 所以这个时间多久 历程今天开始整理 当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涨了一个礼拜的历程 今天开始整理 这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 一个礼拜前的历程 为什么会涨 因为有人先知道 那有人先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股票市场 任何的蛛师马基 他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留下痕迹 只是你有没有时间看到而已 到了礼拜五 当他的成交量告诉我说 他要整理 礼拜一你看到的新闻是 原来为什么要整理 因为你75块要私募 入股历程 以紫光来讲 还有台湾政府的同意 那台湾政府什么时候会同意 没有时间点 这个就是整理时间 为什么礼拜五我说 不知道 可是礼拜一 答案清楚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说 选股的中心思想 一定要先出来 绝对不是你现在 在电视上看到的 很多人跟你讲的 今天看什么墙 讲什么股票 或者是我以前 跟你讲过什么股票 现在的股票 你看涨了多少 创新高 这样的讲法 都没有办法印证说 能够让你赚钱 能够让你赚钱 最简单的印证方式 你就是在节目当中 你直接印证 你看到什么 你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 一个礼拜前 你看到什么 礼拜二 你看到我跟你大家报告什么 礼拜三是什么 礼拜四礼拜五很清楚 你等一下都会看到 你每天先看到 第二天你还有时间做动作 你看节目都有机会赚钱 这叫印证 不用我多说 所以很多老朋友 其实他们都感受到了 我们现在的做法 过去没有的 现在有的 未来会更多 连短线的点位都很清楚 而且更精确 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不是完全的技术分析的问题 各位不要误解 我要各位学什么技术分析 我只是希望说 借由节目的时间 提醒大家 未来这个世界 它有一些中心思想 是有人会先去做决策 这个已经长了一段了 从光环开始 我不认为互联网 或光纤的部分 会继续有一个所谓的大波段 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但是这个不是季节性 以生计来讲 环保来讲 甚至于现在台湾 也有谈到相对的政策 休闲农业 这些政策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 因为我认为 未来的台北的股市 跟全世界欧 美 中 台湾本身的政策 它都有关系 因为你背后的力量 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它必然要跟这些政策去结合 它才有未来的故事 所以在环保这个议题当中 我从10月2号连续讲了十几天 都有一个主题 有个股 有主题 这里面呢 我们今天再来谈一个 这个是台硕 然后持股51个percent 它做电池的政策材料 当然跟未来所谓的电动车 脱离不了关系 可是它 涨的过程当中 它有涨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涨 从这个地方开始涨 那么涨上去之后 它你说投机 对以前是很投机 可是现在台硕 只有51个percent 至少还有一个富爸爸 那电池这个东西呢 未来说大很大 只是它跟太阳能一样 你说电池的效能要再提高 这个全世界所有的电子公司 都在想办法 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趋势 可是你要达到那个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一段路 所以股价也是一样 你虽然说短线它有涨 但是离我们所谓的趋势上的买点 还早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涨 是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可是就短线而言 我们已经有办法 可以提早一步 这个方法也是过去没有的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的 那么电视机前的老朋友 你也许又会想 我是过去两年半以来 我又要大家去看所谓的 会员分析附录 不是 你看当然还要看 你如果是新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你根本没有弄清楚 这个中间的所谓位置的问题 切入点的问题 你当然要看 可是现在对老朋友 或者是电视机前的新朋友来讲 更重要的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是为了 从上个礼拜谈到现在 是因为我对电视机前的老朋友 还有一些责任 还有一些天命 没有去实现 没有完成 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有了目标 我们可以滴水穿石 有了方法 有了目标 你可以想办法做到 更好的一个操作 石骨力量 石被波段 这个起点 其实是从11月2号开始 这个都是有人先告诉我 有人先告诉我 可是这些都不是突然的 我不是突然间说 找到什么人 然后找到什么内线消息 也不是这么讲 是过去十几年来 累积出来的 我们以前很少在谈股票 是整个波段上大陆银弹 充满了这整个市场的时候 大陆这些朋友 才找到机会跟我谈说 怎么做股票 十几年这些老朋友 我个人的朋友 没有谈过怎么做股票 可是从10月份开始 他们的咨询都非常的多 非常的殷切 不断的透过各种管道的咨询 从这个角度当中 我也了解这个世界里面的改变 原来有很多有钱人 淫淡世界 这些有钱的想法的背后 怎么样产生未来在台北股市 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这个前后关系 其实是从11月2号 前面那个假日开始 所以目前各位看到的 就算短短的这一个月当中 你仍然可以慢慢的去体会 我要告诉大家的未来 你的操作的未来 你的整个赚钱的道路 未来是怎么去形成的 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谈 我们明天怎么看 做什么 怎么做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 未来学 明天礼拜二 如果各位要下单之前 进出之前 你可以先看一下三档股票 我是说看 你要先观察这个盘面当中的指标股 它明天怎么走 第一个是 今天带大盘去盘中创高的 优达 这每一个点你看 其实 它都比大盘要先过高 这个是 短线上礼拜一的一个指标型个股 再来像金融股 它至少在早盘这个地方 也是这一段的推升 跟金融股有关系 不过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 还是我上半段谈到的 台硕 不只是这个地方 它把大盘往上推升 连尾盘都往上做价 这个都是你在下单之前 你先看一下 它不是完全的根据 至少你知道说 这个盘面当中 它是续墙 还是整理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你看不懂 没有关系 你可以跟着 我每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报告的 你慢慢做记录 你自己去印证 你可以follow一下我们的个股 不管是3023的信邦 6504的南6 还有一些生计股 我带大家看 我们先谈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 你说建林这个短线 各位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这个短线讲完之后 10月22号讲完之后 10月23号涨停板 第四天过高 我们把它出脱 这个短线之后面 其实我要讲的是 汽车电子当中 未来有很多的个股 汽车电子的这个产业当中 未来有很多的个股 你不用怕这个短线卖掉 你还要看说 有很多的个股 连这个 我先讲 你不是去买8255的捧层 我只要提醒各位 连这么大的形态 他都敢进来 这个各位 如果长期看我们的节目 你就知道 这种形态的穿入 它叫做有备而来 上一次我跟大家谈 有备而来是这档股票 上一次我们谈 有备而来是 前面这一段的审打 是这一段的审打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审打 那个时候我也写了四个字 有备而来 这涨不少 所以有备而来四个字 对我们来讲是有定义的 不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所以连这个车用二级体 他都敢进入这个位置 虽然你不是去买它 但是我讲的 在车用电子当中 是这张图卡当时 是在讲国具 现在你仍然要去注意 国具集团里面 因为从被动元件 刚才讲的车用二级体 它都是属于被动元件 未来使用到 汽车电子的部分 既然国具集团 它先看到这个趋势的方向 它当然做了很多的准备 它也做了很多产品 所以连国具集团里面的个股 如果能够一档一档上来的时候 那整个车用电子的部分 就如同我论述的 未来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少不了在车用电子当中 还会有新的个股 所以你现在只要一步一步的去看 大盘 它就是我上个礼拜 是跟大家预告的 它有整理的时间 但是没有整理的空间 空间并不大 8300 8400 8500并不重要 点到8500 今天就涨了 那问题是个别股的操作 它挑战不断挑战你的操作习惯 你要做短线 你只能提早一步 礼拜四看到的是3023的信邦 礼拜四是在这个地方 我请问各位 这个样子的股票你会想买吗 你觉得它会涨吗 在上个礼拜之前 你看到 甚至你看完节目你自己回去看 你会觉得说这个股票 这个样子 它有像要涨的样子吗 结果讲完之后 第二天涨 今天再大涨 就很清楚了 你现在看 你现在三天后来看 当然很清楚 可是三天前 我提示大家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这个 牛皮不会涨 可是我那天讲得非常清楚 我花了很多时间讲 我为什么看好它 跟这整个产业的结构的改变有关系 跟这个产业结构的改变有关系 然后礼拜四讲完 礼拜四是不是很弱 礼拜四很弱 礼拜五不弱 礼拜五不弱 礼拜一再涨 还有一个你应该知道的 你看电视之外 你如果要更深入一点知道 为什么它今天 这一开盘的点很重要 这一开盘的点 它几乎就已经过了58块6 所以后面这个涨 跟这个有关系 它改变了它一些惯性 所以各位你看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操作 你是我们的会员也好 你知道的不是只有涨跌的问题 你还要知道为什么 你只有知道为什么 你才能够 在你接下来的操作生涯当中 去创造你自己的标股 而不是永远听人家讲 这里过程 其实你都不断的在累积你的心理资本 到目前为止 你还不能说你赚大钱 但是你每一个动作做得很扎实 你每一个动作都能够提早一步 你能够提早一步 提早一步计划交易 你能够提早一步做计划交易 去累积你的心理资本 未来有什么真正的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你才有那个心理资本 跟金钱资本去把它完成 所谓的十股力量 为你创造的十倍波段 你才会真正赚到大钱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过程 各位好好再理解一下 或者是 你去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分析付录 或者是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上个礼拜是 你看起来它不会涨 为什么我要去谈它 而且还谈得非常清楚 能够让你提早一步 这不是很重要吗 所以我们再看 十月二号以后 很重要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跟景气循环无关了 你可以选南六 你可以选浩顶 浩顶今天在创新高 浩顶今天也在创新高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南六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大家觉得它不会涨的股票 在上个礼拜之前 你有觉得它会涨吗 这个地方你有觉得它会涨吗 可以说连涨了两天 而且都是大涨 是因为礼拜五那个什么二胎化 全面二胎化 只有这样吗 难道永远是消息出来 你才看到它涨 你再去买 你怎么提早一步呢 怎么样提早一步 选股的精神逻辑里面 它的成长轨道 跟景气循环无关的 在什么地方 你当然要先知道 那么跟景气循环无关 这个成长的轨道 后面还有什么 这个其实我帮大家都查好了 我都帮大家查过公司的未来 接下来 这个成长的轨道 明年一月份开始 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你如果更知道一点价位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更重要的是计划交易 计划交易里面 你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的网站里面 你要知道说 这个价位 你是怎么设计的 而这个价位设计好了之后 今天最绕来到194.5 从177、167到194.5 你不能说没有赚钱 你还是有赚钱 只是说 你了解多少 这两年半以来 我一直邀请各位 一直提醒各位 你要知道的 不是只有一档股票是什么 你要知道的是 这么多的为什么 记录、追踪、未来 多空都一样 这不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吗 更何况 从10月2号之后 从绿色经济开始 这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找到人 我们找到了 找到人 你就找到未来的财富在什么地方 这个其实 10月份才开始的 我到现在 我还必须要用每天的节目当中 陆陆续续续跟大家做论述 你才会有更有信心 可是 对于我们老朋友来讲 未完成的使命 未完成的天命 我们要趁这个时间点之前 请你多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多洽询、多联系 希望说整个操作 你会跟上这个脚步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